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意得投影,还有欧洲的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今次想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美国有另一种呼声,如何抗衡中国 有位以前当过兵的,做过海军的 又做过参议员的,来自某个智库的 他的名字叫做韦柏 提出一个论点就是 美国应该除了在军事上要保持优势之外 还要在多些拉拢不同的国家 就透过类似中国那种一带一路的倡议模式 就来抗衡中国的 也就是简单来说 就建议美国要搞它的美版一带一路 很厉害啊 他说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大型基建项目 用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 美国都可以这样做的 另外他就说到 中国现在是全球霸权争霸的策略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 和阿非拉发展中国家 建立这个紧密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还有保护这些项目的利益 还有进行军事渗透 他们就直接批评 美国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他说中国是透过保护当地的经济和外交 所以进行军事渗透 这个我觉得有点无中生有 他没有任何理据当中 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 来支持他这个论点 不过我觉得他只不过拿来支撑他 跟着要来讲个基点 他也说到中国政府近年不断升级军事和外交的挑衅 不单止这样 还在人权迫害上 都加大加强这个力度 搞到有些发展中的国家 对这个一带一路都开始产生疑虑了 他就叫拜登这个政府 尽快逐紧这个时机 重新审视美国对外的政策 尤其是以前根本从来都看不起人的那些国家 就是完全无视的那些国家 就是主要他是讲一些 发展中的国家 一些小国 根本是美国自己都看不上眼的国家 我们应该要给这些地区多个选择的机会 就不只是给他们 只有中国帮他们 我们都可以帮他们的 有中国又有美国选择 很自然 那些人一定选择美国先的 并且要防止这个威权主义 向这个全世界的蔓延 这样才能够对我们美国 可以保持这个外交和经济上的健康 这个不是一个大局注定的事业 而是未被人认识到的机会 在拜登的政府 在这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地区 实施各项领域 要通力协调 全面的政策 融合一个深思熟虑的外交 安全保障 和美国商界的投资项目 高度投资和参与 填补这个领域的一个真空 他还认为 美国一定比中国做得好 只是美国的名字 就已经赢了中国了 而且美国可以加大它的投入力度 不要带任何有殖民主义的动机 基于我们的信誉 和长久的经验的商业模式 可以强力启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 融入我们美国经济的体系里面 激励全球自由社会 进一步向前发展 其实他这样的说法 都不是说没有人支持的 有些人就认为 这位韦柏先生那种看法 是有软件和实用主义 美国在这方面必须急起积聚 但也不是太迟的 可以追得上的 美国如果想阻止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就必须要以牙挽牙 支持这些向 阿非拉这些国家 投资更多的项目来的 另外他也引述来自非洲 某个大学研究院的教授 他都这么说 如果美国来就更加好了 你们受益国 越多人参与 当然越好 事实上 美国在这些阿非拉的发展中国家 它是真的 可以说是 缺席了很多年 但是 美国也有 一些反对的声音 某些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就说 我们美国不应该学中国这样 学它搞这些一带一路的倡议 因为这样和我们这个自由世界的经济模式 是完全相跪的 不应该学中国 例如好像什么 除了一带一路之外 还有什么中国制造2025 这些不是我们美国的做事方式来的 我们是鼓励这个自由的竞争的 透过自由竞争 输出 美国对世界的影响 我们是要倡导一个 透明公平和自由竞争的平台 和这个国际体系的 另外 另外 也有 另一家的 美国的经济新闻网站 也都对这种倡议 也都说到 有点反对的 他的补充就说 这位编辑的若翰 他就说 这种 一带一路的模式 就是 高度依赖政府的调控项目 这些这样的项目 靠政府 一般都是 浪费巨额的资源 如果美国都像中国这样做 一定会受到 会将我们的美国形象 拉低的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 枪意 自由竞争的 自由竞争 这个我想讲讲 我有一些看法 自由竞争 对啊 对吗 中国又搞过一带一路 你们又搞过 美版的一带一路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是一个自由竞争 对吗 对啊 那为什么不搞呢 我觉得有点 相违背 对他们自己的看法 大家一起竞争 听听听 谁的那些好 那就等别人参加 对啊 看看哪个个项目 递出来 更加吸引的 那就有些拉丁美洲 非洲国家 自己选择 这个某个程度上 也是自由竞争 但是美国人就觉得 不要这样竞争 不要学中国 做同样的东西了 那另一位 在华盛顿 另一个智库研究中心 威尔顺中心 其中一个 亚洲项目主任 Michael就说 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通过一大一路市政的影响 美国增强海外基建项目 固然有战略的价值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在疫情当前 政府的重心 应该是重振美国的经济 这个看法 我觉得也对的 事实上 现在美国真的死了 一单是疫情 因为疫情 导致50多万人去世 经济到现在 还是浮一浮一浮一 想不回 那么多一点 顾及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我反而 这个才是最明智的想法 好了 那么来到另一位 来自这个美国的 佛蒙特州的明德学院的一位历史教授就说到 他支持美国在海外基建 透过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融合他们的外交策略 还有可以策略性透过美国的外交政策 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适度的影响 从而更加可以拉近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的关系 来到这个Business Insider商业内幕 这份杂志的创始人 他也在推特上提到这个窗户 他说这个是好主意来的 美版一带一路好主意 美国从来都没有在这些投资基础设施上 达成一致的 如果在中非项目这些 好像中国这样投资的话 美国的纳税人的钱 就投资了去外国 那些阿非拉的国家 反而我们美国国内那些基建设施 日久失收 那很难想象到 怎么会有巨额的资金 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 自己的国家的道路都没搞好 就说想去搞其他国家 他认为这个是好主意 他带有点讽刺的意味在这里 很明显就是 还有另一个智库的领导 叫纳什 这个人就说 美国公众是没可能接受 花几万亿美元在海外项目的 尤其是美国国内太需要钱了 如果美国政府想在这些项目上 花点精力搞全球基建投资计划 肯定你这个政府会立刻倒台 暗无至急 是应该重启美国国内经济 但是投资海外基建根本不值得考虑的战略课题 至少等多几个月 甚至等多几年之后才想 现在搞国内的事情更好 还有很多那些Rusty Stay 那些生寿周分 很多工人失业的 他们连饭都开不了 美国还说要投资海外基建项目 你说没有人会吵你吗 吵到你拆天都似了 这位仁兄我觉得真的很符合 美国现今的现实 美国人自己的国内基础建设 很多都是比较落后 这是一个事实力 第二就是 很多生寿周分的 经济始终都是一决不振 这些位置是极需要优先考虑的 在有限的资源底下 如果要学中国投资一大一路 现在才来想 我觉得还是有点迟 是吧 其实它TPP不是相当一大一路 不过是没有帮人搞基建 现在好像可以把TPP加强它 那便变成底路了 我刚才那样想 TPP它又不行的 因为TPP是多人签 它不是一个美国主导的一个协议 而且他自己退出了 特朗普的死人 TPP是什么叫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也很长 TPP的名字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做生意的 TPP就是 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这样搞的大一路 会迟了一点 就是美版的大一路 我觉得有点迟 而且它是搞不到 好像中国那种模式 就是由一个国家政府主导 重卖 由一个国家自己 拿钱出去 扔去其他国家 就是这种做法 事实上并不是这些 所谓的自由社会 这些美式西式的自由民主社会 所能够接受的 因为他们认为 钱是属于国家的 使用应该使用在 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位置 而不是把这些钱 使用在其他国家里面 因为这样是导致很大的 民意的反弹 这个也是一个现实上 他们是做不到这种 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很多时候就是要低息贷款 借钱去一些 发展中的国家 甚至乎输出中国的工程师 和他们做很多不同的建设 而这些建设 是会在很将来的时候 才看到它的成效出来 因为这个成效 并不是一届 或者两届政府就能看到的 是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 才能看到它的成效 美国老实说 它的政府换得这么快 四年一届 一去到大选 反对长就拆你台 幸好你能连任得到 不幸好你能下台 就像特朗普那样做得一届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情况 就像TPB那样 奥巴马说搞的时候 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 退群 是啊 所以他们的视野 因为制度问题 力挎死了他们的视野 有人看得到 可以搞美办一带一路 我认为它这种倡议 都不是说错得了 但是美国的现实制度 是没有办法 让你实行得到 一些这么长远的构筑计划 所以这个是它美国的先天的限制 一讲到这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倡议是好 但是根本没有可能实行得到的 说一下就算了 或者幻想一下就算了 或者想一下其他方法 如果想继续和中国抗衡的话 是吧 好了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回来讲其他话题 好 拜拜